我這個寫文章也好 我們演講也好 我都是標榜齁 第一個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不要搞得很複雜 聽說啊 張大仙先生啊 做一道菜齁 聽說常常要花三天到一個星期 這一道菜才做得出來 他高湯要另外高湯 要怎麼樣讓他去煨 就像拿這個排斥儀生 那個排斥啦 就是那麼大張的那個儀式啊 他要怎麼 怎麼去弄高湯 怎麼去清煮 一個儀式做一下 聽說要三天的時間 這一道儀式可能聽說要 很貴啊 一小碗大概都五六百四五百 那個是吃工的啦 那其實儀式 就是膠質嘛 膠質的話不要錢的 你天天吃 豬皮就是最多的膠質啦 那不要錢的 你跟殺豬的講你說你那個豬皮給我 回去以後你給他處理一下嘛 你看看 這裡邊的膠質最多啦 那比一次的膠質還多啦 那其實豬皮很好吃 豬皮紅燒 那豬皮燙一燙齁 切一點蒜拌齁 拌一下哇那個 人間美味啊 簡單 處理簡單 方便 再一個不要錢的 西瓜葉啊 你如果羅上你就弄個那個 寶利龍齁 弄一弄就可以種啊 對不對 啊你可以打架子種那個龍西菜 那個龍西菜就是 叫做 叫做香鹽瓜啦 龍手一樣的香鹽瓜嘛 那個就是龍西菜啊 哦它一天就長得那麼長 你就越摘 它就分枝越多 分枝越多它每次一摘就是一盤 你污染 也沒有污染的 蜗雞菜一撒 哇它就種的密密麻麻的 那蟲子都不吃的 因為蜗雞菜苦苦的嘛 苦苦的齁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吃蜗雞菜啊 黑鴉菜 還不喜歡吃蜗雞菜 有的怕那個味道 這個都是 國際菜都是菊科的啊 紅蠟菜也是菊科的啊 那麼這個很方便 啊 價錢很便宜 這個地瓜葉很便宜啊 就算任何的菜波動很厲害 地瓜葉大概也是二十斤 二十塊一斤左右 二十斤一塊啊 這個 這個大概二十塊 二十塊一斤 二十塊你可以做大概 做兩餐 一餐大概十塊錢 很好 我這個 我到餐廳都叫什麼 叫蘿蔔啦 白切的 蒸蘿蔔 我說連皮都不要削掉 你洗乾淨 去切剝片 但是很好啊 辣辣就去打菌 你不用擔心 說啊這次參加這個宴席啊 吃它會不會鬧腸胃的病 因為辣辣的它就有搭菌作用 所以這個蘿蔔百分之來肯定 它有辣辣就有健胃作用 醒過來就是健胃的意思 你知道所有辣的胡椒粉啊 生薑啊 辣椒啊 一點點都一定一定會幫助你開胃 就剛剛講的夏天為什麼吃不下 它就胃口不開 鼻不虧嘛 對不對 好那你弄點大蒜啊 弄點什麼 胡椒粉啊 咖哩啊 它就可以幫你開胃 胃口一開啊 你吃得下才有用啊 你帶什麼人間美味啊 你胃口不開沒有用 絕對沒有用 所以呢要簡便連 而且要怎麼樣 好吃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拌一桌的蘿蔔 蘿蔔大餐出來 你看我給你點名嘛 我們可以蘿蔔燉湯啊 對不對 我們可以蘿蔔 可以燉牛 燉牛肉可以燉豬肉啊 那個牛肉 燉蘿蔔牛肉清燉齁 快好的時候就灑鹽水進去 哇那很好吃的 那我們可以燉孩子 我們可以紅燥 我們可以紅燥啊 那我們可以做蘿蔔燥 可以做蘿蔔燥 可以做蘿蔔燥 可以做這個 我大概幫你 還有蘿蔔太多能 用太多能 用太多能 很得了 死得了 我不知道哪一本 我已經帶了 花繩門帶了 這個 我已經講過了 蘿蔔它是因為裡面有白蘿蔔樹 那我們吃 現在是百蘿蔔樹 吃地黃啊 吃那個熟地黃 因為熟地黃裡面它 在進步 最主要的就是 含有很豐富的地獄 那鐵的話呢 就能夠改善我們的 這個血紅樹嘛 那白蘿蔔 它是白蘿蔔樹 它會綜合這個血紅樹 它不叫做鐵 而是把那個 蔥拌掉了 你要改變你的血色樹的 血紅樹 又叫血色樹嘛 那你要改變你的血色樹 所以你要多吃含鐵的東西 結果你又吃蘿蔔 那頭髮就把它統合掉了 你的頭髮 白白頭髮 那你要吃核手烏啊 吃核手烏 那頭髮就慢慢的就會變黑啊 結果你又拼命再吃白蘿蔔 就把那個黑色樹 你的色樹就把它淡化掉了 所以你那個子宮頭髮就 就不會變黑了 那麼有的人都認為說 聖人白髮 這個聖人血令人白髮 這個沒有什麼道理 你看我今天吃蘿蔔 已經知道不知道多少年代了 你很少看到我 有啦 有黑 有白髮 但是沒有人 沒有像 書上形容想像的 哦聖人血會令人 口法窮無白掉 沒有啊 他們就說那是因為吞黑豆的關係 你知道嗎 那但是吞黑豆只有49粒啊 我吃蘿蔔吃得很厲害 吃蘿蔔 你看中午 中午就 弄蘿蔔啊 我到任何地方 我一定 拜託他弄 蒸蘿蔔 蒸蘿蔔 醬的話那更好 醬的蘿蔔 它可以用什麼 就是我們吃那個豆瓣醬的那個醬 那個豆瓣醬的醬 有的人是 像我們以前做的話 就把那個地瓜 剉香 地瓜籤 一起跟醬一起煮 煮了以後 那個蘿蔔一定要曬 曬得有點乾乾的 鹽巴揉一揉 曬得乾乾的 然後就丟到那個醬裡面 醬 醬來以後 味道很香 咬起來 因為你曬過以後 咬起來是脆脆的 口感很好 有的人就用 那個醬跟鳳梨一起煮 你知道那個鳳梨的顏色怎麼樣 純黃色的 純黃色的 所以你醬做的那個蘿蔔 也是跟鳳梨的顏色一樣 而且有鳳梨的芳香的味道 不得了啦 真的 講的你們口水都會 吹咸三指 吹咸三指 因為既然講食療 我們就讓大家 鼻要AQ 一定要醒 讓胃醒過來 鼻味醒過來 對 有這麼一個 它是這樣子嘛 我們剛剛講的 譬如說你喉嚨痛 你當然就不要吃那些辛辣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子 你現在在拉肚子 你是不是要進油膩的東西啊 就是 因 因人 因病 因狀況而已啊 你現在都已經 昨天我看五個上肚下瀉的 當然我就交代你不要吃油膩的東西 對不對 你讓他吃一點比較清淡的 讓他喝一點 我們叫做 阿姆 講明天話叫阿姆就是米湯啦 以前我們鬧腸胃病的時候 媽媽就弄一碗米湯加一點點鹽巴 那個加鹽巴現在我們一想就有道理啊 補充生理原則 太有道理了 那你拉掉以後電解是不平衡嘛 他補充鹽巴鈉 鹽巴鈉 就是鈉嘛 鈉然後就平衡你的三解 所以老祖宗齁是知其藍 而不知其所以藍啊 可是他每一道動作 每一個處理的方式 我們現在來研究分析探討齁 真的 老祖宗是經驗啊 有請就要請就要來 我來請消滅 吧 我們請給剛剛 你請聽快樂 請輪 點鈕 有請 請教詞